相信講到剪接 大家不會忘記卡路斯在上一集 曾經交代過的三件最重要的事 記不記得三個特效的概念分別是 第一是masking 即是遮罩或模板 即是將畫面的一部份遮蓋 而顯示後面的影像 第二是追蹤 即是一直跟著物件在畫面上的運動 而做出遮蓋 至於第三是甚麼呢 就是我今天答應了教的頹底 當大家熟習了這三種特效的操作之後 就更加可以融會貫通 創造天馬行空一般的效果 想不想有這種功力 想的就看到最後 看一提大家 如果大家都喜歡 《風琴奇俠卡洛斯》的頻道 請按右下角的訂閱 如果想第一時間接到新影片的通知 請按叮噹 也都歡迎大家按讚 和留言問卡洛斯問題 開始前 就首先等我來講一下 這個俗稱退地 Cromer Key的歷史先 其實它就是一種 將兩個圖像或者影片 合成在一起的後期製作技術 簡單來說 就是將個人放在綠幕前面拍攝 之後就可以輕鬆地刪除背景 或者改變背景了 說到這些技術 其實一點都不新鮮 因為在百多年前的黑白片時代 已經有人在用了 但由於器材的落後 所以出來的效果就不太好 雖然是這樣 但這種綠幕的概念一直沿用到現在 到了今時今日 這些荷里活的大片 再用綠幕 配合這個電腦動畫 基本上 就跟真實沒有什麼分別 還看到你們很開心 但這個方法也有缺點 現在我穿藍色衣服就沒事 但假如我穿上綠色的衣服又會怎樣 主要是因為我們人類的膚色都是帶紅的 如果用紅膜 就臉會透明的 除非你好像阿Hulk 弄到臉都青了 而當你在外景拍攝的時候 又以藍色的天空和海居多 你都不想天和海變透明 於是乎 用綠色就是問題最少 還有用綠幕不單止可以刪除背景 那麼簡單 很好運用 還可以產生很多很多的特效 怎樣剪接 不如今天 就讓我用一個綠幕製造的效果 來簡介一下做法 例如我們上一次做的撞車特效 大家應該記得 我是要花很多時間去做這個Tracking 但如果我拍攝過馬路的時候 做多一點工夫 多加一塊綠幕 就可以減少很多工作 接著這段King Kong的特效 就包含兩段素材 其中一段就是學校的背景 而另外一段就是我在家裡設置了一塊綠幕 但就在前面扮King Kong 由於製作成本所限 沒有錢買戲服 地方所限還要扮諸如櫃在這裡走 在Premiere專案裡 將兩個素材分別放入兩條影軌 檢查一下時間性 大小 位置是否配合 而由於我的綠幕不是很大 旁邊還有很多雜物 所以我就先拿了一支筆 做些masking的功夫 masking的作用 除了勾走旁邊的雜物之外 還要在下半部勾出建築物的輪廓 由於背景是定鏡的 你小心點勾就不會怎麼穿崩了 但由於人物越走越前 我有改變過它的層次數 所以mask都要做tracking來追蹤 方法就是按著了mask path旁邊的小鐘 而去到影片的不同部分 也要重複地整理一下mask的輪廓 跟以往一樣 你折得越是頻密的 出來的效果就越是好 好了 來到說重點了 怎樣退走綠幕呢 我們走去Effects 打Ultra Key 而將這個Effects 拖拉去綠幕的素材 咦? 但你會見到沒有效果 當然 我們還未選擇那個幕的顏色 你可以拿這個針筒 去綠幕裡吸收它的顏色 吸收了綠色之後 你會見到有基本效果 但如果你想效果更好些 就要去Ultra Key 將它的參數修改一下 這裡參數有很多 你可以逐個試一下 例如Transparency 改變綠幕的透明度 逐個修改就可以了 但如果想更有效率 我建議大家將Output 由Composite 改成Alpha Channel 做了這個切斷 就容易監察很多了 大家現在看到 如果綠幕調教得好 就會完全變成黑色 至於顯示的人物 就會是白色的 你可以逐個參數地修改 直至到黑白很分明 然後再將Output 轉成Composite 就會完全成功了 完成之後 還可以修改Color Correction 裏面三個參數 令到人物和背景的顏色配合更多 再前後重複一下 在影片過度裏面 綠幕的表現有沒有參差 如果真的有的話 每個個別的參數 都可以按著鐘仔去調查 影片完成之前 當然要加上配音 像這些環境聲音 還有King Kong的咆哮聲 腳步聲 丟心口的聲音 再加上人群的呼叫聲 那就非常真實 我們一齊看看 Export的效果是怎樣 可以按摩 可能大家都會留意到 兩段素材無論怎樣調 色調都會有些不同 所以如果再做 我應該在學校的同一光源之下 設六幕來拍檢框才對 於是 我又想到第二個意念 大家都知道 卡洛斯很喜歡玩航拍 那我就用Mafel Pro 2 用學校興趣點 去環繞飛了一個圈 隨即 我就在同一光源之下 又把機器過下來 環繞自己飛一個圈 為什麼我這樣做呢 就是我看中 學校操場地面 是綠色的 所以利用退地 應該可以做出一個巨人的效果 但怎樣也好 地面還有些白線 尤其是我自己 還放了一部飛機遙控在地下 一會兒都要用Mask 來勾走它們 由於這兩個素材 都不是定鏡 所以兩者轉的速度 以及角度 都要很精心地調調 才能夠配合到 不外乎都是折頭折尾 和改變Rate Stretch 等等的技巧 正如我剛才所說 由於地下有太多線條 以及有遙控器 所以即使會用Cromer Key 去退走綠色 我都還要為這個 第二個素材 加上一個Mask 而每隔一段時間 就把Mask的輪廓改變 去追蹤人物 由於畫面是動動的 而人物的細緻都多 所以我把畫面放大來組 可以告訴大家 這個過程真的不簡單 因為每一個細節 都要慢慢地去調整 才可以切走地面上的線條 尤其是遙控器 你看來到這裡 剛剛是貼著頭殼 好了 幾經辛苦地完成了Mask 勾畫之後 就要利用Ultra Key 去退走地下的綠色 做法和之前都差不多 都是選擇這個Alpha Channel 慢慢調校到人物變成白色 而地下變成黑色 這個質素的特效 你不要說我牙策 電視台也差不多 好了 接著就是找其他素材 組成故事的頭頭尾尾 還有最重要是什麼 就是加上音效 好像這些環境聲 直升機聲 腳步聲 以至對講機的聲 你肯花點時間找回來 加上去 整件事的電影感就強很多了 大家留意一下 我還會加上鏡頭的模糊效果 zoom in zoom out 的效果 以至於鏡頭震動的效果 目的為什麼呢 為了遮醜 因為特效這件事 其實就好像變魔術一樣 即使是荷里活大片 如果你用慢鏡頭做格放 有時候你都會見到 CG的穿崩 所以鏡頭越多運動 越多染氧 下癡就越是看不到 好了 又等我們來欣賞一下 完成了的效果 有了這個錄模技術 百多年來 我們的電影業和電視業 製造出無限的可能性 希望大家在這集學習之後 就可以和卡路斯一齊 將天馬行空的想像來實現 喜歡今天的影片 記得下方按讚和評語 下次再見